我们汤肉有加柴鱼 台湾面线加大肠 浓郁柴鱼汤头 让喜欢柴鱼汤的日本观光客品尝完 所不知不觉有种令人怀念的味道 西门町的阿东面线 击败鼎泰风等台湾众多美食 成了日本人心中第一 而韩国人也爱 鸡汤熬煮了汤汁 加上国际品牌知名度 用日文点餐 鼎泰风小笼包紧追在后 排名第二 台湾芒果冰文明 而在台北双联 最早以古早味挫冰文明的 冰蘸芒果冰 靠着新鲜多汁的招牌芒果雪花冰 意外打扮了较有名气的永康15号 胡椎章五肉饭 则被评选为台湾庶民小吃 票选为第四名不容错过的台湾美食 十大台湾必吃美食 小笼包就有三家上榜 而芒果冰有两家 部分地家靠着知名度 跟日本观光客喜欢逛街的永康街沾光 而这回跟鼎泰风同样上榜的 精品茶楼小笼包 前鼎泰风小笼汤包的师傅出身 一样有18折黄金比例小笼包 不过口味改良也却拼重选 我出来我有做调整 我把油量降低 由世界旅行行业前十强的日本知名旅行社 对台湾美食进行票选 日本旅客也针对暑假最想出国玩的地方 台湾排名第三 台湾美食沾光也意外赚进观光财 记者双车如受益的台北采访报道